脫掉車業者動作迅速把一台台車輛全部拖走 要趕在水門關閉之前 趕緊清空停車場 不過還是有駕駛看錯時間地點 過了時間才來移車 他有發簡訊啊 8點才叫我們要移8點封閉啊 這是新北 這邊也算一半啊 中午看到他是寫5點啊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我也是趕快過來 台北市雙元堤外停車場 客運業者也趕緊在警方的協調之下 吊撥人力前來取車 總共有45台車 派了二三十個駕駛來移 台北市為了防範颱風 1號下午5點關水門 下午1點執行強制拖掉 轎車卡車計程車無一例外 下午1點時間移到拖掉車紛紛進來 水門內的停車場進行拖掉作業 不管你是平價車輛還是高檔名車 全都照拖不悟 接著5點就進行水門關閉作業 不讓這些車輛變成泡水車 拖掉車一輛接著一輛 一共出動33輛 執行強制拖掉 兩個小時之內火速移走102輛車 但這些車主恐怕面臨罰款和保管費 其中大型車4800元 小型車2400元 機車1800元 那另外已經拖掉車輛金 額外一次費 這個另外的保管費 都要另外的計算 但是就在關水門之後 有民眾抱怨流動廁所和車輛 有的停放在人行道 曹化縣也都停滿了車 對此交通警察則表示 由於是天災 一切以防災為優先 只要沒有太誇張的阻礙交通 全部都是從寬認定 東森新聞 蔡孟俊 台北報導